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质感看起来很不一般 不像是正常鬼斗虫的假窍 而是某种坚韧的木质材料 难道他穿上了装甲 姥姥听说了慌龙假光烈烈斗虫大修行的前因后果 觉得锅巴可能收图这件事很有意思 正好 有位朋友给他制作了许多园艺机关 用来打理花坛里的霓裳花 名为花与叶月神机 花与叶月神机可以化形为各种动物 自然地融入环境 松鼠 蝴蝶 团阙都不在画下 当然也包括鬼斗虫 所以师父给了锅巴一个花与叶月神机 让它化形为鬼斗虫的模样 且来与你一战 真的只是园艺机关而已吗 相邻的师父是平姥姥 平姥姥的朋友 平姥姥的朋友 机关怎么可能模拟鬼斗虫的特点嘛 难道锅巴胸是想试探我们的实力 所以故意用了很弱的家伙来对阵 还是小心为妙 鬼王 我好像感知不到那只机关鬼斗虫的气息 或者说 深不见底 机关又不是活的 你感觉不到气势很正常 虽说锅巴胸的确强的没边 但强者也需要趁手的武器和默契的伙伴 我和赤红一楚的组合可不是纯素的 开始对决吧 我会用接下来的一招一式 向锅巴胸好好证明我们的实力 诶 big 我老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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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